大家好 欢迎来到《妄向缘辑》的《小星猛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是许流珊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仰 大家好 好了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布》再加上曬冷气 都需要大家都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點回來欣賞一下節目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風吹了一個星期 有關加拿大舊生艇計劃 終於有些黃友說 好像快要到期了 能不能延長 幫助我們這些要走難的香港人 手足或搶人才 終於宣布要延長這個計劃 裡面的開放式工作簽證 申請限期到2025年2月7日 同時也終於被他們獲得擴大申請資格 在過去十年內大專畢業的香港人都可以申請 真的好 較早前在2021年2月推出的版本 例如開放式工作簽證 但申請人需要在大專畢業後五年內申請 申請期最長是三年的工作簽證 哦 這樣 其實初初的時候 目標就是一些 我們稱之為Fresh Grad 剛剛畢業的人 畢業五年後都 其實老實說畢業五年後 扣你去找工作一段日子 其實那段日子五年的工作經驗 不是真的那麼多 究竟加拿大那時候要搶這群人 他們覺得自己被搶 覺得很光榮 是不是這麼多人過去呢 說實在 都是有限公司的 現在叫做擴大 十年內的 我想都會叫做好一點 就是對於工作經驗方面 但我們要看看 究竟是不是有這麼多人都願意過去呢 假設你畢業了 有八年 九年 或者七年 七八九 即使在香港這個社會 剛才唐永都提到 即使也有一定的工作經驗 有這個人脈 可能甚至乎已經有升職 對於這個叫做加拿大救生艇 你都在香港工作了一段時間 是不是這麼有需要 坐上這架救生艇去加拿大 再一次重新走回一個新的就職 及求職 以及重新展開新生活的需要 是不是這麼大呢 我覺得又不像 真的這麼大 當然了 他們現在加拿大的移民部部長 也說這次延長的簽證 可以看到加拿大政府對香港人的支持 也說屬於雙贏 香港人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去加拿大獲得相關的工作經驗 以及為加拿大提供勞動力 以及支持到經濟 其實這些加拿大的移民部部長 你少看那些什麼YouTube吧 他當然不會看 怎麼會看自己的 老實說 再加上那些所謂以救生艇形式去到加拿大的YouTuber 大佬 好心你先看一看 那些曲線炒和你們的救生艇計劃 又說租樓貴 他們有些苦況 我們較早前有一個 一對情侶 然後又說長途拔洩 去哪裡看樓 又嫌別人貴 又嫌三嫌四 又窮又多事又沒有錢 還要這麼多要求 又說要市區又說這樣那樣 還被網民罵回頭 是很多這些 很煩 還有較早前有一個中學老師 又說去了加拿大 又說鼓起勇氣 跑去麥當勞 做洗廁所 還說要戰勝到馬桶 就知道連廁所 即是最骯髒的馬桶 黏著便便的 乾脆的 有尿味等等 你都擦乾淨淨淨淨淨的時候 他說這樣就能克服自己的心魔 後來也說去了做時裝店 還是什麼 久不久又說自己 IOS我考得很好的 又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你想想 IOS考得這麼高分 又有教書先生的師傅 的資格還是怎樣 原來去到加拿大 都是洗廁所 他只是體驗生活 不要緊的 都是叫做有事要做 你又說救生艇還是怎樣 你想一想 這個救生艇 你說來救我 但是我來到洗廁所 當然洗廁所是你自己選擇的 你可以不洗的 因為那次他就問兩個同事 那麼多 問兩個同事 A 這個什麼事呢 你們兩個 B 就像類似印度裔或南亞裔的同事 問他們兩個 誰要是洗澡機 要是洗廁所 要是洗廁所 他自告分地說洗廁所 即是雪糕機與廁所 他就選擇了廁所 這是他自己的選擇 因為他要挑戰自己 證明香港人精神 就可以叫洗廁所 這就是一件事 我們再說多一點 他說如果香港人想取得 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權 其實都有兩個途徑 一個是A 類 A 類就是留學簽證 申請人符合基本條件 在當地留學 完成了專上課程 三年內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 剛才B Team 即是這班工作移民 在認可的大專畢業五年之內 就可以以開放式工作簽證 在加拿大工作滿一年 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 先說回數字 根據加拿大政府的資料 他們截止到2023年1月 已經批出1700個永久居留權 大概有超過33,000個留學簽證 這些還有 剛才提到的看法式工作簽證 給他們申請 你說有1700個永居權 多不多少不少呢 這裡就是一件事 我們說到這個位置 又要再說回香港人 哎呀 為何這班人這麼喜歡狗咬狗骨呢 是這樣的 是一定的 始終是有競爭 競爭嗎 那沒辦法 又要證明自己是優勝過人 又好過人還是怎樣 現在有些人說 哎呀 為何要去加拿大 不去BNO組家 他們為求要自己BNO組家 是No.1的 就會不順超 現在去加拿大那些 可能有些加拿大就說 哎呀 免得吧 英國那邊很雜的 每個人 阿貓阿狗阿福阿壽 駕駛巴士的 或者駕駛貨車的 駕駛貨車的 也好什麼都好 每個人都說去BNO組家 搞到那股脏就叫低了 有些人覺得自己去英國 就一件事 去加拿大就好像高級一點 所以令到BNO那些 就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事實上又真的是的 我覺得 因為你BNO那邊是容易去的 自自然然的 這個世界就是以罕為貴 加拿大沒有那麼容易去的話 那當然是高級一點 是不是呀 會有一種錯覺 還是直覺 還是什麼不多覺 很搞笑的 其實有一些在加拿大 說什麼幫香港人移民的慈善機構 還是怎樣怎樣 還在說 哇 今次擴大到十年計劃 可以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 他們其實挺有趣的 有一些的苦主大聯盟 我心想 有些什麼 什麼苦主 大問題 人家不給你就不給你 叫做什麼 1617年畢業苦主揮手他 就是說 有些人 我們 在那個年紀上 過了一點點 因此畢業的時間又不對 又這樣那樣 是吧 很擔心 其實是不是這麼多人都想過去呢 有些人說到 哇 有些人都很趕急的 有些人很樂觀 希望這一群的苦主都能夠得到永久的永居權 還是怎樣怎樣的 其實其實我心想一下 這些都是很少眾 沒辦法的 你說加拿大那些是否高級一點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說什麼高不高級的 其實看看你自己在英國的生活也好 或者加拿大的生活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對呀 不過很多最慘的就是 有部份 我不敢說所有 有部份的BNO 就不太夠錢用 這個才是大問題 不夠錢又要去移民的話 你只會拿自己來玩自己 真的是 因為加拿大救生艇 假如你是過去找工的話 基本盤的學歷上已經有在 而且那些都叫剛剛畢業 可能比較上願意去試一些新的公眾 可以當加拿大就是這些剛剛畢業的 這個年輕人第一個工作的地點 國家也好 其實都可以這樣看 加拿大某程度上都是這樣的原意 那你說是否會叫搶光香港的人才呢 那我又說不是那麼擔心 應該不用擔心的 怎麼會這樣搶光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才 還有你說要互咬 互相踐踏對方 現在英國那些又說 他們有很多限制 又說這樣那樣 還有其實只不過 輕輕延長多兩年而已 我覺得加拿大方面都很陰濕 兩年兩年慢慢陰下陰下 看定一點可以再有些不同的變化 剛才唐英提到一點 你說英國那邊就出現了太多 沒什麼錢都叫照過去的那些 例如有些搞笑到 是一落地 直接自己都還沒真真正正的走進社區 或者走上英國的社會去找工作 反而走到圍老問有沒有人有工介紹 不是不行的 但給人的感覺很奇怪 你想想想上來慰勞的人 怎麼會有這麼多工 他們剛好可以提供給你 找工作當然是去求職網站找的 最簡單最容易的 你怎麼會想去群組問自己 每個人都是移民的 怎麼能夠提供就業機會給你 有都自己先吃了 就算真的有了 拿舊豬頭骨給你 為什麼你要吃骨呢 問一下有沒有介紹 我看到一些挺有趣的 例如他就問有沒有工介紹 不是這樣的 都可以講講自己的要求 是有要求 他們一開始都會寫黑虎奈勞 像我們以前六七十年代那些 即是看到一些碼頭菇喱類似的 我一個人去托五包米 即是說自己是黑虎奈勞 我在香港有多少年 中處的經驗 洗菜、炒菜等等 樣樣做得永無托手肘 現在是什麼年代 還要用這樣的形式來找工作 你說自己是黑虎奈勞 那我就相信你嗎 所以你看到英國那一群 太多奇奇怪怪 所以我們暫時看到 即是你說加拿大 是不是有這麼多那些 阿貓、阿狗、阿福、阿仇 過去引發了這麼大堆的問題 我覺得加拿大方面 也有拿英國來遮一遮鏡 絕對有 大家其實是在互相競爭 你又搶人 我又搶人 其實英國這次給出一個 這麼優厚的移民計劃給香港人 本身就已經令到很多人眼睛都瘋了 你這樣搶法 這麼賤格都可以 如果我是加拿大 的人就會覺得 你這麼賤格的英國 這樣搶法都可以 我有例子 現在其實就暗啞 加拿大和英國都是有這方面的競爭 大家都在搶移民 那你說搶什麼人 是否什麼人都瘦呢 可以看到 其實不是說 你的人賤不賤 其實你說移民去哪裡都好 你有錢就貴 沒有錢就賤 對 沒錯 不是用地點來分 傻子 對 你傻子嗎 你看個人的 即使你的人本身是便宜的 移民去哪裡都便宜的 但是家人生活滑仔地在加拿大 那麼大家求求回憶 找一個翻墓 一家大小便到處了 有錢 即是等於 protects 就麻煩呀 甚至父母一起去看書 去玩玩遊樂 學習習竹子的美容 學習穿髮策子的 隨便看 把手機靈套 就帶著很多錢去 之後 學習過就是笑 Kabu 就通過自己的加拿大生活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有錢當然可以 記住只要付好幾年的學費 已經算是一條數 就是這樣而已 貴與剪就要看你帶了多少錢 就不是說地方國家的問題 我們都說過 有些在英國說買樓 還要一炮過 也很有型 去到英國就很疏乾 真的比在香港住在香港 那部分人因為他們有錢 有錢去哪裏都很爽 甚至乎你們有一群人 說要趕著在香港賣物業 才過去英國 還蝕讓 免得收稅 等著賣了房子的錢 就去英國才花 等著來花 你想想 你沒有錢就要這樣 有錢的就繼續 香港那層樓 就繼續收租 政府說要收稅 吹 阿哥有錢 去到英國就要到處拍片 吃東西 還是怎樣 就是這樣而已 看你有沒有錢 都是那一句 因此就沒得爭論這麼多 究竟加拿大好還是英國好 總之有錢在香港也是這麼好 對 沒錯 也看到今次所謂的加拿大救生艇計劃 可能是否少了一群BNO 他們去幫他搖旗立喊 甚至乎連國際線 都沒有怎樣去為加拿大救生艇 去吹水 或者搖旗立喊 拍手掌 都沒有 沒有 很奇怪 因為剛才提到 例如大專 起碼要有那一方面的認可資歷 學業的畢業 當然 要有才行 不是說駕巴士 不一定沒有學位 但比較上少數 剛才說的廚師 或者這些 學歷偏低 或者沒有學歷 但又足夠半年的生活費 那就去了英國 所以造成了英國 好像什麼鬼都收 總之你能夠給到那個數目就算了 就是這樣 起碼加拿大收回來的那一堆 我們剛才說的 起碼要高側一點 也有大專畢業 而且你過來真的要先找一份工作 不是每個人 他們不夠學歷 所以就來到 有一部分不夠 來到就要做倉 做廚房、做送貨、做廚房、做包裝 就是這樣 無論如何都好 不要吵那麼多 不要吵那麼多 如果想改善自己的生活 改變自己的命運 就是要讀書的 學歷不夠 後天再補 再花多點時間 加多點 提升自己 最好是 整理幾張沙子 沒有沙子的人真的要整理一張 他們也有 知識可以改變命運 這是自理名言 沒有辦法 一定要這樣 沒有可能說 一份最低工資不夠就做兩份 兩份不夠就做三份 時間一天只有這麼多 你能做多少份 還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你這樣燃燒自己的法 命都短幾年了 即是你將蠟燭兩頭點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今次來到這裡 恭喜你們 看你們吵架挺有趣的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